今天來參加 我們看見是大家最喜歡的 半集就會把 這個衛作為表記出來了 所以請大家呢 進行來看 才不會到時候呢 因為我們今天教師跟管制運動還是有討論 那討論呢 可能前面都要呈現下來 你看題目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有很多動作 該看到的條件都沒看到 好 所以呢 請大家 請大家記得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剛剛同學提的時候 這幾個 好 我們利息資本化 其實我剛剛 帶大家看看課本裡面 其實都有寫 我只是把它很精簡二要的幾個點 在那裡把它刮出來 開始 好 第一個 一定要有利息 一定有借款 一定一定有借款 一定要有借款的事實 對啊 還是少許 你看看 一定要有借款的事實 應該沒有人家 應該沒有人家 這幾個錢 一定有借款的人家 會有利息姓鯝 會有利息姓鯝 因為你一定有錢款的人家 後數要取相利息姓鯝 好 就是或者叫做利息費用 第二個 你的障礙借款的利息 原則上 好 我強調原則上 你們剛才講過 若你還沒有動用的部分去產生收益 你要控補掉 好 或者是呢 什麼是什麼 你的進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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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 你給我聽話感 好 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一定是小於最多等於全數的利息 好 我剛剛講三點 就這三點 這一點講的是它的噴花板 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我絕對不能帶我全過的利息資本 好 其實我還可以講個第四點 我的利息資初 我必不必然 為以復刻 換言詩 我借利息 但預付利息也算喔 我會一定要借利息 但現金才可以算是利息喔 好 還有 其實課本後面 有其他一些的條件啦 其他的可以說明 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的利息資初不一定是 不必然是指已經付現金出去的 換言之 我借利息費用 代應付利息 這個利息費用 可不可以當作是我的天花板 可以啊 所以我剛剛講不必然是 我要支付的利息的現金 好 那有其他的條件 那我們後面也會再看 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 實際上的支出的金額 我就說我支出的金額 必須是指我付現金的 如果我還沒付現金的 或者是像這個勇育公司幫雅清公司 雅清公司有預付的 那勇育公司就沒有動用到 他自己的錢嗎 所以這個部分他就不能去設斷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去看 好 但是重點 我們後面那個200 後面旁邊這個 他的科目295頁跟你講說 我發生利息還是借利息 不用帶現金或帶應付利息 但是我利息資本化是借建築 比如說借建築物帶利息費用 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是怎麼 就分路怎麼寫 剛講完是你的金額怎麼算 接下來我們回過頭來說 你這些金額算出來最後要什麼 要入到你的會計帳裡面嗎 你的分路上面 你的記錄上要怎麼做 所以假設你是幫你要建的 你是應該是代建資產 或應該是債建工程 好 因為通常用債建工程 債建工程它是一個存貨性質的科目 或者是一個人工資產 等它蓋完了 如果是自己的 要把它轉為固定資產 如果像雅興公司 它是幫別人做的 然後就是轉出去就是別人的 好 這是你要去看它的交易方式 怎麼產生的來自於你的客戶怎麼用 好 那我剛剛講說你發生利息 你應該說借利息費用帶什麼 帶現金或帶應付利息 那最後你要把利息費用 轉為你的資本化的時候 就是假設這是建築物 我幫你要建的 再建工程 好 再建工程 代利息費用 所以在295頁最後面 295頁不是最後面 第二點 差期年底利息資本化的分路 是不是 借再建工程 如果是自己的 就借建築物 代利息費用 好 那所以它這第二點呢 我們剛剛看一下 在295頁4頁說 是在有益公司 X7年為建造廠房 因資本化的利息金額 及它的建造廠房的總成本 它總成本是多少 到X7年底它的總成本是多少 好 就這裡囉 好 就這裡囉 看到X7年7月1號的時候 已經動用掉 已經動用了2300萬 好 但是X7年7月1號的時候 再加上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所以X7年底 所以X7年底 這個它為了建造這個廠房 再建工程 全部的金額是2377萬5千 好 這個資料我們待會 往下看的那個例子就會用到 好 這是294頁 它問的第二個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實例期 好 延續 因為剛剛這個雅清公司 柔育公司幫雅清蓋的這個廠房 需要兩年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X8年 好 那X8年它說呢 柔育公司呢 在X8年中 再發生的建造成本是170萬 對不起啊 1700萬 這1700萬呢 是從X8年的1月1號到 X8年底全部發生的是1700萬 它沒有像前面那個例子告訴你說 我1月1號支600萬 5月1號支900萬 7月1號支800萬 沒有 它告訴你全年度 我全部發生的1700萬 那這1700萬呢 這個基本上它就告訴你是平均發生的 好 沒有像說哪一天領多少 哪一天支多少 哪一天支多少 1700萬每天 你把它想像成每天都 多一部分 多一部分 累積前1700萬 它也意思是這樣 然後呢 另外呢 在6月1號 那個勇育公司 向雅清公司先預收全建工程款 有1800萬 好 所以現在看懂了 好 所以在X8年度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勇育公司呢 它這個建造在X8年又支出了 均嶼的發生了1700萬的成本 好 或者是建議支出 另外呢 在6月1號 向雅清公司預收了1800萬 好 這樣來看一下 X8年度 好 我們要發 我們的發生 我們基本上我們建造的時候 是借在線工程代現金或代應付帳款 或代應付費用 反正就是和借台的資金700萬 當我收到這個雅清公司的預收款的時候 是借現金代預收工程款 好 這個分數我就這樣聽過了 因為它就很簡單而已 重點是我們要來算它的金額 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X8年一開始 有2377萬5千 全年度平均 期初到期末都這樣 對不對 好 那再來1700萬的部分呢 我們要算的是它的加權平均支出 加權平均支出 我可以怎麼算 一個是我1月1號的 那因為1700萬呢 它告訴我平均發生 那我這樣平均發生 我只能用簡單平均 期初加期末除以二 這樣聽懂 就是因為它1700萬沒有 像我們前面說 1月1號支多少 5月1號支多少 哪天支多少 沒有 它只告訴我這一年度 平均發生1700萬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平均就是只能用簡單平均 期初加期末除以二 期初一開始是2377萬5千 期末是多少呢 2377萬5千 加上當年度全部發生了1700萬 這是期末的金額 那平均支出除以二 好就是到X8年12月31號 好 所以我的平均支出算項 我是2370 2377萬5千 加1700萬除二 所以我平均是3227萬5千 三千兩百二十七萬五千 我的平均支出 加權平均支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我在X8年的6月1號 收到1800萬 那它全年的平均是多少 因為我是全年是12個月 我是6月1號才收到 所以前面5個月是沒有的 所以平均你把它想到 每個月平均是多少 所以是7個月 6、7、8、9、10、11、12 7個月 好 所以它的平均支 收到的金額 全年度來看平均的金額是 1800萬除十二乘七 所以是1050萬 換言之呢 我雖然全部都工程款 我X8年平均支出的金額 是3227萬5千 但是這3227萬5千 有沒有全部都用到我的錢呢 沒有 因為我先跟亞青收了1800萬 那1800萬6月1號收到 所以全年平均來看是 相當於1050萬 所以永慾公司 動用到自己的錢的部分 只有什麼 只有2100 2177萬5千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它全部支出的金額這麼多 平均 可是這個錢 有沒有全部都用到它自己的 沒有 因為亞青公司 有先負了一部分 他先跟它收了一部分 所以全年度平均 1050萬 所以永慾公司 動用到自己的錢的部分 差7年底 差7年底 那還沒更好是不是就連到差8年 所以它一開始這個建築物 或者在地工程就先投入了2377萬5千 就這樣來了 這是起初的金額 差7年底就是差8年初 好 我剛剛是不是講這個金額 下面會用到 我要算差8年的累積平均支出 好 所以算出來 可是我剛剛這樣到這裡可以了吧 好 那它全部差8年的累積支出 平均支出3200多萬 可是它動用到自己的錢 就有2177萬5千 因為動用到自己的錢 這批錢我實際有付錢出去 我才要算利息啦 所以我用到別人的錢 我就沒有動用到自己的錢 沒有動用到自己的錢 我就不能算利息啦 好 所以一樣喔 我這邊講 我這邊先帶一下後面的那個行程呢 例子裡面 行程裡面有講應付帳款 應付帳款表示 你有沒有拿錢出去 你還沒有動用到錢 那你不要借錢 不用喔 所以應付帳 我這邊要指的是我實際支出 如果我產生了這些支出 但是我還沒有付錢 還沒有付錢就是我的應付帳款 他沒有付錢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借錢啦 喔 不用借錢你就不能涉算利息 好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有應付帳款的話 表示你還沒有動用到現金出去 你沒有動用到這個錢 實際上的現金支出的話 你是不能算利息的 好 所以呢 接下來看一下 我現在呢 動用到自己錢的 有利的部分呢 有利公司實際上動用自己的錢 那差八年平均就兩千一百七十七萬五千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來 我的支出金額這麼多了 那我就知道了 我的專案借款是兩千萬 一樣 兩千萬去乘上百分之五 那是一年啦 12月31號賦利息 所以這些是一百萬 那我實際上支出呢 是兩千一百一十七萬五千 七十七萬五千 扣掉兩千萬的專案借款 換言之 我有一百七十七萬五千 是動用到一般借款 好 因為我的專案借款只有兩千萬而已 可是我支出金額有兩千一百多萬啊 所以一百多萬是動用到自己的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的利息 剛剛已經算了 加權平均是百分之七 一樣是一年 所以是一七 一七七五 乘上百分之七 所以一二四二五 好 所以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是一一二四二五 也沒有超過我實際上發生的利息 我的天花板是兩百五萬 兩百五萬 沒有超過 所以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就是這個金額 一一二四二五 現在我的年輕人 就是19471 charming 三年級的課 聽說更重 好 因為這個觀念呢 其實 派遣裡面觀念不是很複雜 那可以用在很多的面向裡面 但是計算怎麼算 派遣裡頭 你不是老闆喔 所以教授 你想算給他看 那你要先懂得怎麼算 你才知道未來的做很多的判斷 你才知道怎麼做 所以一直在強調 所以我沒有講 只有一開始先把他的規則說了 接下來你先去看你怎麼算 那這個規則跟我怎麼算 就可以把他內聚起來 也讓你協助你去理解 他為什麼是這樣來的 好 那我們開地基資本化的經驗是這個經驗 最後問你 請問一下 有一個公司建造這個 幫雅仙建造這個房子 全部發現的成本有多少 這個再建工程的金額 總金額到X8年底全部有多少 好 全部有多少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X8年初二三七七五 零零零零 當年度X8年發生的基數一千七百萬 X8年底算出來可以設算利息的一二四二五 所以 勇於公司幫雅仙公司建造了這個廠房 全部的成本 加長二三七七七五 加長一七 全部是4189925 應該跟課本就一樣了 295頁 好 你可以看一下 總成本是4189925 就這樣子啦 好 這是我利息資本化的 這是我考試的題目 就算考這裡 這個一定會考 對 這個是副塊以後我們有講過的 好 所以為什麼第七三我現在先講對不對 對 敲換已經不講 因為敲換我們其實是副塊有講過的 有不審計在幫大家怎麼複習一下 但是 比較希望說 要講一點新的東西 所以下次我們考完詩之後 我們會再把交換一個交代一次 好 你交換 資產交換是怎麼樣 怎麼做 好 但是利息資本化其實不是比較新的 但是因為很多東西呢 都會談到利息資本化 很成形 就是只有這個 在建資本化的基建資本而已 所以很多的 都會談到利息資本化 那利息可以資本化 它可以資本化 它可以資本化就出來 這個做得重 所以 其實比較新的東西比較分大 那 在這裡呢 我們很快 其實在一個短短的地方 我們剛剛有提到利息資本化 你前面 我們在談的期間 利息配資本化的期間 其中有一件 有第三點把它說 利息資本化的前提指定是必須 你有在做 讓這個工程 或者讓這個資產 事件資產 必要的工程進行 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停工呢 沒有停工所發生的利息 假設 好 我現在呢 X7年就月亮太子帶 待到X8年的2月1號的時候 我由於公司突然間 先停了 然後呢 等到三個月 或者是一個月之後呢 它又再開始 再繼續建 那請問一下它停工這個月份 對 我說了 銀行不會說 我那你頂了 我的利息不要跟你收 不會啊 反正我從借你 借你錢開始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來 我借你錢 我都開始算利息了 所以這個月呢 它停工 或是三個月它停工 銀行要照收利息 你要可以收利息 但是這個利息我可不可以資本化 剛剛有講說 我必須呢 利息資本化的期間 我必須為了讓這個資金資產 而進行完成的必要工作 那表示我停工就沒有了 因為停工都有在做必要的工程 沒有嘛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停工都不能算 要看你停工的理由 要看你停工的理由 如果停工的理由是 有一個公司說 哎 我好像設計錯誤了 好 設計錯誤了 我要去停下來啊 因為重新去看一下我哪裡 沒有做好 沒有設計好 所以我要重新去調整 然後再來開始想出去啊 所以這種停工 如果是自願性 因為自己剛剛剛開始沒有想好 不是 是自願性的 你自己先按提整 這個時候的利息就必須停 也停工這段期間的利息不能資本化 好 這是因為你自願性的 如果你今天停工是因為 欸 今天發生了一個6.2的地震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在進造坡子當中啊 我很怕我的結構是有沒有因為地震呢 發生了一些這個移位 好 所以我就先喊停 先去檢查一下 它的結構體有沒有走位 有沒有必須再重新調整 那這種是不可抗議的藝術 所造成的停工 立即被自然化 這樣聽懂嗎 好 如果你是自願性的喔 我要改變我的設計圖 或者是我做的當作設計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必須喊停 重新去做一些調整之後 規劃有沒有才能夠繼續施工 那這一段的律型 停工的這一段律型不能自然化 好 那如果是自願 不非自願性的 不可抗議因素 因為地震 那我不能不管它 我為了要能夠 我要必須去施工 律型才能夠自然化 所以我繼續買這投資律庫 那蓋完了以後才發現 我這個房子是斜掉的 那不是更嚴重嗎 所以像這種不可抗議的因素 而導致停工的律型 這段律型的律型是可以去等化的 好 那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不可抗議因素是為什麼天山 那我記得當時候在台北的時候 是一平院 一平院好像那時候那個 有講到說那個房子 那個建設公司蓋的那個平院 它高度很高 所以這段幾樓以上 就可以看到總統關頂 總統關頂的活動 所以這樣子會有為安的問題 所以後來呢就緊急 台北市政府 我會搞不懂是怎麼幹 我就緊急喊 喊這個喊他 喊他不是說這個房子不能蓋 而是他必須從內域設棄 也許是面對總統府那一邊呢 必須全部都是什麼 牆壁就不能開窗 我不知道啦 我記得那時候的 有這麼一則心願出來 好 這樣因為 為了要考慮到總統府 總統管底的安全 所以面對總統府的那一面牆壁 我不知道後來要怎麼調整 可是當時有提這個問題 就全部要做一些調整 修正 所以讓他這個不會 這個居住在比如說十五樓以下呢 就可以完全可以看得到 總統管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會維持總統的安全 所以那樣的 停工 不是天災 可是也是不可抗議的地方出望 我當時候設計的時候 我申請建築執照的時候 我的設計圖就是這樣設計 你當學人們跟我說 可以啊 我剛過來了 我說我開始蓋了 蓋了以後你跟我講 都這樣不行 所以像這種 因為法律或政府因素 都喊他的歷史 他不是自己喊的 所以這一段的歷史是可以的資本化 相信有 所以這些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那個現象 你自己要去把它連結起來 好 這是當你發生停工的時候 歷史可不可以資本化 你要去做一些的判斷 好 那設計8呢 是告訴你說 如果我的利息支付 不是 來 為什麼要再做 6月份才開始的啊 全年平均啊 我們的家權平均啊 因為我們要算我們的利息 我們是用年利率 我們是用年利率啊 所以要年平均 去乘我的年利率啊 這樣懂嗎 因為我們是年利率 好 所以萬一以後 我給你的月利率 那你要去算那個月的利息 好 那你不能說 我們先不要講說 這個1800萬是 你再給我們錢 假設我去存銀行的話 銀行還從6月1號才給我算利息啊 那我說 那你平均全年度的平均利率 利率是多少 是不是這樣也是類似的外面呢 因為我們算的是 我們的利率是你的利率 好 好 再想想 這有點嚇我們喔 你不要想太遠 這個家權平均的觀念 跟我們在算EPS的時候很像 EPS的是不是算流通在外 家權平均 家權平均流通在外補助 沒有什麼道理啊 你把他想說 那提供我的資金是從12月31號才給我錢 那我要算利息給他嗎 或者是他對我公司裡面有任何的貢獻啊 沒有 你平均全說那個12月31號才增加出來的補助 是不算進來的 好 好 那施力8呢 給你的是 我獎勢是每個月戰略行的 所以你怎麼去做 好 或者是每個季戰略行的 所以你要注意 你利息支付的時間不一樣 就跟我們年金負利的商量是相同的 好 那我們年金負利是相同的觀念 好 好 那那個 所以呢 我們下個禮拜上 下個禮拜考試就考到第七章 有關於 第七章一開始的 科目的學歷 還有利息資本化 就是這兩個 我們第七章講的這兩個重點而已 好 那那個 就我們今天就先提早下 提早下個 好 那 財財的同學先留下來 因為 我常常是 有 有 有事情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看看這位是